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11月6号 星期三的财经早点名 我是陈坤仁分析师 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还有今天台股一定要加油加油 再加油 好 我直接先破题 因为今天就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正式的 投票开票日 因为既然时间是早上8点钟 所谓的美国的开票时间 跟大家可能想象中的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这边手边有一份报表 比较清楚来跟大家做解释 就是你会看到 其实从现在开始 从7点开始的话 就是印第亚纳州 从美东开始去做结束投票 肯塔基州7点 然后佛罗里达州8点 乔治亚这个摇摆州8点 然后再来的话是8点半 由北卡罗莱纳州摇摆州 然后到9点的时候 还有阿拉巴马 甚至还有什么康乃迪克 德拉瓦这些相关的一些 州会开始去做一个 陆续的投票的截止 所以这些时间都是 待会在台股的盘中时间 所以我先破题 请大家待会 如果有一些比较盘式的 盘中的震荡的话 请你先不要担心 不要紧张 因为这是待会会必然的一个过程 因为美国正在开票 台湾这边一定会受到相关的干扰 这个是先跟大家讲到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 我认为不管是接下来川普或者是贺锦丽 谁会当选 台股会有三大族群必涨 待会再跟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但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方向 昨天的台股上涨了140点 然后结果你看到成交量 是说到近期的低量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在观望 可是你不敢买的过程之中 已经有一些法人 投信 甚至像是官股 我就说黑手 他们常常在逢低买 结果逢高卖 可是你会发现说 他们最近这几天 竟然是天天的 天天的在去做逢低买 反而没有去做逢高卖的这样的动作 所以这就隐含着 其实这个时间点的第四季的行情 只要短线这边的一些不确定 包含了像是美国的部分 甚或像是 其实都是美国啦 美国的部分 还有的话就是联准会的利率决议 会在礼拜五的凌晨三点 来去公告之后的话 其实相关的一些不确定的方向 会渐渐的明朗 所以包含了我们自己台股 你会看到这几天 其实已经有买盘逢低进场了 甚至像是美股的部分 也不错 因为清晨收盘的美股 四大指数是全面收红的 甚至你可以看到经济数据是 优于预期的 待会再跟大家做说明 所以挥达股价上涨了2.84% 然后台积电的话是上涨了2.19% 然后我们自己台股的重点的话 这几天我没有去做相关的调整 因为这是短线上面干扰 可是波段而言 它就是走一个忘记做梦跟做账 甚或是说延续到元月 就是每年的元月都有元月的行情 甚至在农历年前之前的话 都有一些像红包行情 新春的红行情 这都是你可以预期的 所以短线震荡波段多头 是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定调的方向 那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 你会看到涨跌的部分 全面红通通 来挥达涨2.84% 台积电ADR上涨了2.19% 不过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平衡报道 所以我的节目里面 不会有像其他人那种 天天跟你报涨停 天天都有名牌股的那种 我希望你可以在我节目里面 看到一些比较正确的 法人的数据的观点跟方向 我帮你破解鬼故事 我也告诉你 现在目前的一些操作的重点 但是我这边没有天天涨停板 讲难听一点 你要天天涨停板 你去追那个8%的 然后下一个掌停板的时候 下午就跟你开牌说 恭喜会员掌停板 哪有这种事情 那是老头顾在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给你的 是法人的看法好不好 来 平衡报道 美超委 虽然你会看到他 在收盘的时候上涨了6%多 但是他目前盘后时段 他是中错了超过13%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来我跟大家说到的 因为他本来要公告 他们的财报 结果他的签证会计师安勇 突然去做辞职说 这家公司我不再信任了 然后上个礼拜的 美股也是大跌 包含了美超委 包含了像是美股的财报 可是在大跌的时间点 我跟大家说过了 那是美股的问题 那是美超委的问题 不是我们台股的问题 我们台股 我告诉你 美股在跌 跌什么 跌他们的AI基础建设 必须要不断不断的扩增 所以有人在担心说 如果你AI的建设建这么多 你到时候营收回不来怎么办 所以美股就跌了对不对 我跟你说这是错杀 因为我告诉你 AI基础建设要靠谁 你以为美国厂可以吗 没有 必须要靠台厂 我们台股 这些相关的供应链 鸿海 广达 然后伟创 甚至最近的技嘉 都是必须要依靠的 我们有很好的品质 我们还有很新鲜的肝 你知道吗 这些都是 韩国不能做到的 美国无法做到的 所以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其实我也跟大家说到了 你看美超围盘后又大跌了 因为他讲到的是说 因为无法确认 财报公告的时间 所以平衡报导一下 我也跟你说过了 目前看起来的状况的话 叫做是 我觉得基本面都很好 为什么好 原因是因为 鸿海最近在公告 10月份的 对 10月份的营收 因为11月了 11月10号之前 要全部公告出来他们的营收 10月份的部分 鸿海昨天公布 营收创下同期新高 10月份的营收 是8048亿元 很多 这个占上8000亿 是不简单的 很大的一个数字 同期新高 近两年新高 月增8.6% 年增9.8% 因为他有跟你讲到的是 AI伺服器GB200 第四季会小量出货 不过他10月份的营收 不是出在GB200上面 这个要先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 再来明年 持续大幅成长 但是同一时间 大力光的部分的话 他也公告出他们 10月份营收 10月份营收 65.48亿 算是今年的单月次高 然后年增了3.6% 但是 也要平衡报导 因为 大力光他是一个老实人 林恩平执行长 董事长 他就是一个老实人 老实数 他好坏都跟你讲 他说他保守看待第四季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这些相关的一些公司 就会开始反映到第四季 甚至像是明年的成长 那这些相关的个股 我也跟你说过 之前鸿海160 170的时候 你在怕 法人在买 现在的话 已经看不到那个160 170 也都占上200块以上了 那为什么可以占上200块以上 我也跟你说过这张表格 那这张表格 我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节目的话 把它抓下来 因为这一页投影片 已经不是 已经不是你不知道而已 是全部的人都知道了 法人都知道了 所以这些相关的个股 就会渐渐的回归到 它的投资价值的地方 台积电反映明年 就应该要看到1300块 鸿海反映明年 就应该要看到 225到250块 但是我也说过了 不是我说的算 不是这些数字说的算 你必须还是要反映一些相关的基本面 甚至像题材面 筹码面的干扰 可是干扰淡化解除之后 这些相关的公司 这些相关的个股 就是委屈 就是投资价值 这就是我们的台股 这就是你以为很恐怖 但是我告诉你很委屈 持续成长的台股 但是也是不要追高杀低的台股 好吗 那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还记得我们之前 跟大家说到的说 最近有一大堆的鬼故事 我来都在这边 我都在这边 我帮你破解 前几天11月1号的时候 有没有 我说美股财爆 爆炸的爆 爆炸了 但是台股谁偷买 原来有这两大隐藏版的利多 这是我们节目 台股的盘后 你现在看到的是 早上8点的财经早点名 你有可能出门上班上学的时间 你可能没有看到直播 但是没有关系 我的YT频道 我帮你回放 早上8点的中视影片 然后甚至下午我也会帮大家开影片 就跟你说盘后的一些解盘 注意的方向近期的收入重点 我就跟你说双红 是错杀 因为美超围爆掉的时候 说你双红供应给美超围 你会不会拿不到它的订单 拿不到它的收入 根本不是双红就跟你讲了 新旧产品交换期需求很少 然后而且未来的话 它的客户更多更广 最近的话已经集单为主了 所以交货跟收款都正常 所以他跟你讲这件事情 结果市场上面还一样 给它跌8%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绿绿的 然后大跌的 跌8%的 然后但是我就跟你说过了 这就叫做鬼故事 因为他不会拿不到钱 他都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了 市场又恐慌 结果呢 昨天的双红有没有看到 啪啪啪啪啪啪的一下 谁偷拉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错杀就是会有偷拉 错杀就会有抄跌 抄跌就是有逢低的买盘 所以这个叫做是 投资价值 或者是说 发现它真实的价值买盘 很简单 就是这样解释而已 再来 另外一档 也是一样当天跟大家说明的 技嘉 有沒有 那時候我就跟大家畫 這個不是現在才畫的 那時候那天的節目就已經畫了 有沒有看到水平線 有沒有看到第一隻腳 第二隻腳 然後突破 手穩 我還特別跟你講到282 280塊這邊 就是頸線 技術分析 頸線如果突破的話 學起來 叫做是支壓互換 有沒有 你應該學過吧 來 支壓互換 就是突破的壓力會轉為支撐 所以280 282這邊 如果能夠守得住的話 就是展開它另外一波的成長動能 為什麼 原因是因為 美超微爆掉了 為什麼 因為AI基本支出的需求 還是依然還是很強勁 所以美股的利空 是台股的利多 這是那天跟你講的 然後你就看到 就真的突破了 我現在畫給你看 有沒有 頸線 第二隻腳 第一隻腳 突破 282 然後就 昨天就要294 這就是重點 這就是現在的行情裡面 你不要因為一些 追高殺低 帶來一些恐慌 還有新聞一堆鬼故事 還有等一下我就跟你說到了 從7點 8點 9點一直開 開到半夜都還要再開票 很多的震盪 第一階段先跟你講 不要在盤中遇到任何的 風吹草動的時候 你就又嚇到了 下半段回來 我會很明確的告訴你 哪三個族群 誰上任都要漲 先進廣告 好 歡迎回來到財經早點名 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在上半段的時候 提醒大家說 今天是美國總統大選的 正式的投開票日 那待會兒如果盤中 有什麼波動的話 請你不要擔心 我如果有看到 什麼樣的現象的時候 我也會在我們的盤中 我自己的LINE的粉絲團 來跟大家做相關的提醒 因為你等一下看到 從7點 8點一直開到晚上半夜 台灣時間 當然美國那邊是白天 所以他們也開到晚上 所以在這樣情境之中的過程的話 上一次的川普 他在上任之前 那一天2016年的11月的時候 台股也一度大跌了3% 跌了200多點 當時是因為9000點 所以93 2070 270點 現在是23000點 如果真的在跌3%的話 那個叫做700點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都是短線上面的波動 因為如果回歸到基本面的時候 台股的基本面強而有力 甚至像是美股的基本面 像剛剛上半段的時候 我跟你說過了 美股的才爆 爆炸的爆 那是他們家的問題 因為他們正在做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要靠誰 靠台廠 你以為靠美超委嗎 美超委要爆掉了 所以本週的重點 我剛剛上半段還是沒 我其實已經給他看過了 因為本週還是有一些干擾 今天禮拜三有沒有 大選日 然後今天的話 還有台積電的開放論壇 然後再來禮拜四的話 還有高通跟 出領事業救濟金 甚至像是安某的財報 然後禮拜五的話 還有美國的利率會議 背的聯準會 為什麼今天的美股收盤會上漲 大漲 凌晨收盤的 這個是原因是因為製造 非製造業的PMI 是遠遠超過預期 也就表示說 其實美國的經濟真的不差 誰跟你說美國要衰退的 去找他 我跟你說一直以來 都沒有這些問題 有沒有 非製造業PMI 因為企業招聘增加 所以十月份回升到56 這個利率的線 是ISM非製造業的PMI 是遠遠超乎預期的 因為它創下了2022年以來 2022年7月以來的新高 那原因就是因為通膨可控了 企業也回溫招聘了 然後整個經濟數據都是穩健的 當然你要說它是不是造假的 我告訴你 我只能相信它 可是再怎麼樣 人家的美股是回溫的 我們台股 只是因為有太多太多的一些問題 讓你去做追高殺低了 那我跟你說過了 這些追高殺低 絕對是散戶去殺出來的 否則怎麼會有160塊的鴻海 170塊的台積電 還有800多多多的台積電 可是這時間不會再回來了 因為前幾天 台積電也是一樣 有沒有一不小心跌破1000塊 到996的時候 一分鐘馬上拉上來 大家都在等著低階 你砍出來的股票好嗎 所以在這樣情境之下的話 請你好好做 我們剛剛前面說到的 待會如果有任何的風吹草動 2016年的那一次 川普取得選舉人票304張的那時候 台股崩了3%的時候 我告訴你在這邊 崩完之後再創新高 美股 台股 台積電 通通創新高 所以這些相關的風吹草動 都來自於你的恐慌 你的害怕 那三大我認為在選後誰當選 我沒有壓住任何人 我只告訴你 不管是任何的短線的波動 我都會幫我的會員去盯著他 然後任何的挫殺 我們就會逢低賣 因為這是我該做的事情 我該對我的團隊 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不管誰當選的話 我告訴你 這三大群組 族群 你都好好去做留意 第一件事情 依然還是回歸到我們自己的台積電 台積電的先進製程的部分 成熟已經差不多很過 就是已經產能過剩了 所以你還是要回歸到 AI需求的先進這邊來 COAS 細光子 或者像是面板級散出型封裝 甚至像是到時候的 台積電的美國廠依然要蓋 目前已經蓋到第三廠了 這些相關的設備的部分的話 都會持續擴產 然後再來的話是AI 但是AI我要請你盯著 黃仁勳 因為他常常就會跟你講一些 很瘋狂的行銷語言 他很厲害 他真的是一個 很會幫自己行銷的一位企業家 他講的什麼 他講AI就是機器人 噴出去了 昨天是誰 羅森也在噴出去 然後什麼會友也在噴出去 因為那個會友 其實他的那個什麼地圖有沒有 標古地圖 突然一不小心就噴出去 當然這種機器人 還是屬於一個概念的部分 這頁投影片 我這邊有幫他放一個 replay的原因是因為 這不是我今天第一天在這邊講 其實在我的YT頻道 也都有提前跟大家說過了 所以你要找到更新更早的一些 好的個股族群的話 你要在我的YT上面 還可以看得到 當然如果凌晨的東西的話 我一定第一時間在早點名這邊講 所以你要認清楚 早上的東西 我先講在早點名 然後趨勢方向的東西 我先放在我的YT那邊 然後再來早點名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這個是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做到 即時性的最好的地方 還有一件事情是 網通的部分 為什麼我特別看網通 原因是因為如果你要發展AI 或者要發展基礎建設 美股的網路的部分的話 我告訴你 還是只能靠台廠 因為美國現在會怕 怕你中國崛起 怕你中國的設備 有買什麼流量 流到中國那邊去 所以去中化的轉單 甚或像是低軌道衛星 正式一直在去做一個 發射再發射 所以這都是我們台股 或者是選後 你可以去做一個留意的 三大族群的地方 個股的部分的話 我持續在我的LINE上面 來幫大家做相關的分享 節目時間的關係 我剩下最後的四分鐘 我還是要跟你講一些 最近的行情的一些 重點中的重點 因為短線這邊的一些震盪 它都來自於你的追高殺低 因為比方說好了 先進製程 我不是有跟你講到COA 但是像COA 這種個股的部分 你當然會像什麼 均華 均豪 甚至聖 或像是萬潤 這些相關的個股 那這些個股 遇到什麼問題 他們絕對沒有 基本面的問題 他們的問題 都來自於你的追高殺低 那你的追高殺低 是發生什麼事情 那260塊的萬潤 我直接在節目上面 跟你說投信要買了 你有沒有聽到 8月那時候吧 然後結果那時候 是不是跟你講了之後 連續跌了好幾天 因為8月5號 台股崩跌1800點 可是我跟你說 不要擔心 那就挫殺 投信還在買 然後就從260 300 400 500 你就看到翻一倍的萬潤 然後在台積電的法術會 隔天之後就跟你說 拜託 都已經翻倍了耶 人家都已經在到貨了 你看那個投信 我就不切出來 你去看一下 萬潤的投信是不是在賣 人家在賣的時候 新聞在跟你說看多 這就是一直以來的問題 這些個股 這些族群 這些產業 真的受惠到成長 可是偏偏都是因為 新聞新聞新聞 鬼故事鬼故事鬼故事 然後讓你去做 追高殺低的這樣問題 所以這些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再次跟大家做重申 如果有任何的一些 相關的事件 再次發生的時候 就像8月的時候 我不是有跟你說到了 洗清符合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未下跌找理由 利空測試才有真底部 YT都有講到 然後呢 我也說過了嘛 如果你真的在我節目上面 我時間剩下三分鐘好不好 講不清楚的 到我的LINE那邊去問 到我的YT那邊去問 因為我的YT留言板 是開放給大家的 我的LINE 也是開放給大家的 兩個差異在哪裡 YT留言板 你願意跟我們分享 我就上面跟你做回應 我們一些熱心的粉絲 也會跟你一起做互動回應 但是你如果害羞 不好意思問的話 沒關係 LINE加起來 是跟我私訊的一對一 LINE這邊下面有 小老鼠 DAR 或者待會你可以看到 QR Code的時候 再記得把你的手機 把它打開來 把它掃起來 最後一點點的時間 短線的震盪 我認為這些問題 QR Code出來了 趕快掃一下 給你十秒鐘的時間 五 三 二 一 不管 反正沒有時間了 來 短線的震盪 它其實就是一個 短線的干擾而已 可是在短線的震盪 我也跟你說過了 如果你有操作 期貨的人的話 你也可以好好的 在這個時間點 多空雙賺 還記得嗎 台積電法說會隔天 我跟你說了 那個背離 你如果賺得起來的話 你可以賺300點 300點一口大台紙 期貨的話就是6萬塊 那天賺得很開心 追高的人追在短線高 因為台積電1100塊 就是那天出現的 其他幾天的話 我前幾天已經給你看過了 所以如果在短線這邊的 一些操作的部分 我是有一個聚保期的平台 那聚保期平台 有機會再跟大家 做詳細的說明 可是這一波 台股下跌了 1400多點的時候 我們只要賺中間 1000點就好了 就是20萬 石口的話就是200萬 這就是放空 這一個波段 投機也好 避險也好 是你可以賺得到的 你可以跟著我們的 聚保期賺得到的 然後跌升之後 開始展開反彈的行情 跟法人開始逢低買的行情的時候 我們也連續賺了11月 連續賺三天 這是第二天賺142點 昨天再賺280點 這都是很明確的點數 這都是我們全體會員看得到 而且做得到的 好的價位 這就是現在目前的行情 短線的震盪 你不要追高殺低 如果你願意做的話 你用期貨 好好的把多空雙向都把它賺起來 波段而言 波段就是一個 旺季跟做夢跟作戰行情 持續啟動的第四季 然後我也跟你說過了 三大族群必漲的這種族群 我幫你挑出來 好的股票的話 LINE這邊好好把它加起來 我再跟你說 投信投本筆沒時間說了 我已經聽到倒帶的時間囉 那當然待會盤中依然會有震盪 但是我認為有任何的震盪 它都帶來短線挫殺的好買點 台股加油 大家加油 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們LINE盤中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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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